Hello大家好,我是QQ 今天這個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學習新的筆記軟體給我帶來的好處 以及在這使用的過程中 我學習到一個觀念是 嘗試的把這些輸入呢 做成一個有效的筆記 這個效用是遠比我不斷的輸入 而不做任何筆記來的更重要 首先呢,想跟大家分享 相信蠻多人跟我現在展示的一樣 就是我們收集筆記的時候 通常就是一則一則一則筆記嘛 我用創造一個新的筆記 然後我輸入內容 那我輸入內容之後呢 我再把它用 依據我們自己喜歡的一個分類的模式呢 去把它做分類 像我自己的話呢 我是用用Tiago Fortet的這個PARA的方式去分類 我把它分成這個是我的project呢 還是這個是我的領域呢 還是這是我目前的resource等等之類的 像這邊我就當初我還在用這個Evernote的時候 我有用我離開日本啊 然後回去台灣的時候 我想要有什麼樣的東西 還有我上這個第二大腦課 我是怎麼樣去使用這些東西等等之類的概念 但是呢 最後面會發現到一些問題就是說 這個2800個筆記啊 它彼此之間是分散的 我沒有辦法知道說 這個筆記 它雖然我知道它是哪一個分類 但是這個筆記 我不知道它跟其他筆記的關聯是什麼 我沒有辦法去把它們做一個連結 然後之後呢 我就發現到了 Rone Research的這個筆記軟體 然後Rone Research的這個筆記軟體的話呢 它的最大差異化就是說 它有辦法把兩個筆記做一個連結出來 然後這樣子的話呢 可以幫助我做筆記之內的一些關聯性 那實質上為什麼這個雙項鏈結的筆記會很重要 想用這個圖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呢 就是如果我在網路上面看到了一些文章啊 或者是讀一本書 這些零碎的點其實是屬於一種資料 就是你可能每看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在你腦海中的一個資料 那你要想辦法把這邊去利用的話呢 我們就會去思考說 這些資料啊 我們怎麼樣把它變成資訊 我們會用自己的想法去把它分成別類 像是譬如說這個是做筆記類的啊 這個是財經方面之類的東西等等之類的分類方法 然後呢 接下來下一個步驟 你要產生出自己的想法的部分的話呢 你就是需要一些 就是想辦法把這些觀念去做一個連結 那這就是雙項筆記它這邊能產生出來的效果 它可以把說 這個筆記跟這個筆記雖然是不同種類的 它可以在這邊做一個連結出來 然後有了這個連結之後你就會形成出一些路線嘛 你這些連結也會幫助你產生出所謂的洞見 那這個洞見就是說 我有可能看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看這條路線的時候 我有一個新的想法 那我就把它做一個新的筆記 就是這個黃色的點點之類的 然後呢 這個你看到這新的洞見 其實它會跟其他的筆記做一個連結 然後呢 這就是一個其中一個我認為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會慢慢產生出屬於你自己的智慧 因為你會有一個自己的一個看法 自己一個獨特的一個角度的見解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幫助你產生出 你可能你講話就會開始慢慢 或是你寫的文章就會開始跟別人產生不一樣的類型 所以總結來說的話呢 我認為這個資料啊 資訊跟知識還有洞見智慧的部分 我們可以藉由軟體去幫助我們 像一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能所使用的筆記就是手寫啊 或者是GoodNotes啊 這些就是寫出來 我們把那個網路上的資訊寫出來之後 那我們再把它分門別類 可能放在Evernote 或者是放在這個一般手機裡面的筆記 然後我們把它分門別類變成資訊 可是實際上變成知識跟洞見的話呢 我們可以藉由這些創向鏈接的筆記軟體幫助我們 然後再產生智慧的部分的話呢 無論為像打造第二大腦或者是卡片和筆記 它都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 可以幫助你產生出一個屬於你自己的一個獨特的一個智慧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 我現在到ROM Research的這個畫面 那我現在想寫一個筆記 假設就是轉換Evernote到ROM的這個部分去想的話 那我現在就再打了一個文字 我只要再把它選出來然後加兩個方塊 它就變成一個筆記了 然後這個筆記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現在點兩下它就可以到這個筆記 那我現在可以打內容嘛 像我想知道 譬如說你這邊可以打說 Evernote的特性 然後跟轉移到ROM的上面的放的問題 好了 那你現在就可以知道說 我就可以去找說 我現在如果想說Evernote這個我有沒有寫過類似的筆記 我把它圈選出來 你看它就可以穿選出我曾經寫過Evernote的這個筆記 那我選了一個Evernote 然後我選了Evernote之後 你看我只要在旁邊點兩下 它就可以跳出我Evernote相關的筆記出來 然後我再把這個Reference打開 你就會知道說我曾經在Evernote上面 我有去選過這幾個筆記的內容 然後這樣子的方法 就可以幫助我去回想起來 Evernote這個筆記內容彼此之間的關係 我可以用非常快速的方法 找到相關的筆記內容 這就是雙向鏈接筆記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好處 再來是第二點 為什麼我認為持續的做筆記 遠比於持續的輸入 而不做任何筆記來得更重要 這邊的話呢 回到剛剛這個圖來去做說明 就是說如果說 我現在在做筆記的話呢 它基本上做筆記的觀點 會是著重在後面這一步 但是如果你只是持續的不斷輸入 而沒有做整筆記的話呢 那這樣子的情況就會有點像是 只著重在第一步跟第二步而已 也就是說 我們所做的呢 只是把這個資料呢 去做擴增而已 可是這個擴增的話呢 如果你都沒有去做 筆記的這個內容的話 那你看這個擴增 它最後是沒有辦法影響到 你產生出來的知識洞見跟智慧的 所以才會建議說 為什麼持續不斷的做筆記呢 然後整理你所讀過的內容 會相對來說 比你持續不斷的輸入 而不做任何筆記來得更重要 當然其實有很多人 其實他可以不斷的輸入資訊 然後他在他的大腦裡面 就自己不斷組織出後面這幾個步驟 可是如果假設比較正常的情況下 大家其實是可以靠著這些筆記軟體 來幫助輔助我們產生最後面這幾個洞見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想要在這個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學習這些筆記軟體對我產生什麼樣的好處 然後呢在接下來影片會跟大家去說明說 我是怎麼樣使用Long Research Low Sequel Heptabase 套用在這些卡片和筆記法 來完整的走過這一段知識產生的過程 那像這些軟體啊 他們也有自己的強項 像Long Research的話 我認為他在知識的組件跟雙向連結的話呢 是相對比較強的 然後Heptabase的部分的話呢 他就會把這個過程 這個洞見知識跟這個產生智慧的過程 他把它變成視覺化的圖形 然後讓你一目瞭然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筆記跟這個筆記做一個連結 然後像Rainload的話 他就是他可以幫助你在每一個過程中 去產生一些快閃卡 然後幫助你做記憶 那這之後會在之後的影片跟大家說明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點個讚 然後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